大萧条会是什么景象 去互联网查就知道了 日本不有吗 失去的20年 失去的30年 那咱们就知道了 当然在中国来讲的话 因为人口众多 所以一旦真出现了大萧条 中国就难免会出现很多地方 吃不上饭 就会有人饿死人 今年咱们也都知道 今年预计中国会出现 很多地方会出现汉情 然后加上现在我们的火电 自己的成本和利润的原因 水电因为汉情受到影响的相关原因 所以导致中国今年 可能会出现用电的紧张 用电的紧张 这个词一出来 大家就知道 我们的电费就会涨了 而且电费有可能 涨价幅度在各地方不一样 有地方会很高 那么你们开电动汽车 或者家里开空调的 可能你自己家里的成本一下就上去了 这个就是电 当各种成本 油的成本 电的成本 水的成本等等 都开始慢慢上去的时候 那中国很多人生活起来就难度很大 难度很大 对 是有可能吃不上饭的 其实不是在这吃不上饭 中国其实有一些农村的相关地区 已经处在这种 吃不上饭的一个地步了 为什么当年李克强 讲了中国有六亿人的收入水平这么低 我们大家可能都不太关注 中国如果大家去互联网上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中国人有钱能够办得起护照 能够出国的人 到现在应该最多就两亿人左右 有钱办得起护照 能够出国的人 到现在也就两亿人左右 那么大家想想 绝大部分中国人 有十二亿中国人 是连国都没有出过的 你就想想大家能够穷到什么份上 对 然后有十亿中国人是没有坐过飞机的 因为买飞机现在都要身份证实名 所以呢 我们老认为现在我们很有钱了 是因为大家都能够上 YouTube 都能够翻墙 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很穷的一些地区 很穷的一些地区 可能想象的跟大家还是不一样的 跟大家还是不一样的 失业的问题 就是中国现在失业的人口很多 那为什么大家感受不到这么多的失业 因为中国统计失业的方式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在这问大家一个小常识吧 就如果你是主动从单位辞职的 你从单位离职 单位人力资源会不会让你签一个协议 你主动离职 单位才给你发放你的离职补贴 否则他就给你去劳动仲裁 是不是啊 那么小常识 如果你是从单位主动离职了 你有这个单位离职的协议 那你到劳动部门去说我失业了 劳动部门认可还是不认可 你们猜一下 答案告诉大家 肯定是不认可 对 只有被单位辞退的人 这个时候劳动部门才认为 你找不到工作叫失业 你主动在单位去辞掉职务的 在劳动部门不叫失业 听明白了吗 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中解 那你说我这个大学本科毕业 我还要考学 你也不叫失业 听明白了吗 因为你那个时候还有空间 就是你可以不工作 你可以考学 但是因为你说我不想考学 我就想工作 也很抱歉 你也不算失业 因为你还有条路 就是你可以上硕士 那你为什么不选上硕士啊 那你不想工作了 就算失业吗 不行 不能算失业 知道 所以呢 大家就明白了 你想拿到这种 我想拿失业上的这个社保 我当地能不能拿低保 条件还是很复杂的 条件还是很复杂的 大部分城市里的人之所以有口饭吃 是因为你有爸妈 你有父母 所以你还OK了 你要没有爸妈 没有父母 很多没有饭吃的人 也就真的没有饭吃了 中国的失业率很高 中国是个很恐怖的失业 很多这个国家 大家都在 记紧了腰带 能够让自己很多时候去活下去 好吧 这就没有办法 这就没有办法 对 待就业 待就业 毕业的是 今年毕业季会释放出 一千多万的 找工作的人 这一千多万找工作的人 杀到市场上 确实还是会找不到工作 各地方 其实你们要在当地的应该知道 河南 河南是现在相对闹得最凶的 中国 中国各地方这种暴力抗反 甚至于大的这种特警的车 都推翻 都打杂的事件 都已经出现了 很多地方都有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啊 当真的开始吃不了饭的时候 真的开始活不下去的时候 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的时候 很多东西也都会出现了 而且这种场景会越来越多 这种场景会越来越多 好吧 哪的留学都可以 你如果能去国外留学 那你是最好的机会 条件也好 哪的留学都可以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润不需要那么多钱 润出来不需要那么多钱 中国人我再说 中国人还是很勤劳的 中国人在国外 哪都能够活下来 只要你认真努力 哪都能够活下来 前两天还跟人家去聊 就是中国现在润在外面 黑在外面的一些人 就是这边他们自己家里 雇的一个阿姨 一个屋子里面的一个女的 就是在家里做饺子 做馄饨 给他三百多个华人的客户 定期安排好了 给人家去送 在自己就是一个床 他那个屋子睡了六个人 上下床 他在一个下床 给人家做馄饨 做完馄饨以后 也是黑在这儿的 然后到期给人去定点 去地铁口上送馄饨 送馄饨 一年挣四十多万 就是全部都是给华人 去送他做的馄饨 做的饺子 就这样一年都能挣四十多万 中国人很勤劳 所以呢 没办法 这就是没办法 习是老实是因为他确实当时没有任何的能力 没有任何的条件 所以他确实就是这样子的 他确实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办法 好吧 很多书 红色赌牌 这个书可以买吗 很多书抱歉 我也没有看 外面有很多的禁书 我觉得这个禁书 自己都可以去看看 不可全信 不可不信 用自己的脑子分析就 OK了 只有五十万美元能不能认 你还只有五十万美元 你不用那么多钱吧 你现在应该有十万美元 认认真真的去找一家国内的公司 十万美元就直接可以在捷克 拿到护照了 应该可以在捷克去移民了 十万美元应该就差不多 一个人 所以呢 捷克斯勒伐克 你就可以变成欧盟的 深耕的一个国家的国民了 正常办手续 五十万美元 你还需要这么多钱吗 你那个五十万确实是有点多的 跟大家说 当然谁能办 我也不知道 自己去查 当地有这种移民机构 可以自己去看 好吧 看完了以后 可以去找 对 很多工作钱 在中国国内有很多工作签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的 谢谢大家 明年有空 咱们接着再瞎聊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